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小强。 勇士两连拜北京时间12月28日,荆州勇士队将迎来新赛季的第三场比赛。 他们将在联合中兴球馆对阵芝加哥公牛队。 勇士此前的两场客场之旅均已失败告终,而且两战狂赴65分,创造队史耻辱记录。 面对公牛这场比赛勇士将力争胜利。 但在这场比赛之前,勇士又传来了一个坏消息。 根据NBA名记查拉尼亚的报道,荆州勇士队的替补中锋马基斯·克里斯的右脚肥骨遭遇骨折,将缺席余下的所有比赛。 要知道新赛季,才刚刚开始勇士队,就已经赛季报销了两人。 克莱汤普森,在休赛期,就赛季报销了,他遭遇的是跟剑撕裂。 十字韧带,撕裂刚刚痊愈,就又遭二次打击。 克里斯对于勇士来说,是一个很重要的轮换。 他身高2.08米,是勇士队5号位的替补。 本赛季他为勇士出战的两场比赛场,均6.5分,6.5篮板一盖帽。 他的运动能力,是克尔所称到的。 他受伤后,勇士的5号位上可以用的球员,只有怀斯曼、卢尼、司马伊拉及其三人。 司马伊拉及其,并不是主力轮化。 看起来怀斯曼的战术,地位会暴涨。 他这个先发中锋,要独挑大梁了。 勇士队本赛季的第二巨头德雷蒙德格林此前的两场比赛,都在伤病名单上。 他在12月28日,接受采访时说道,我希望,出战今天的比赛。 我会和克尔说的,我只想找,回我的势头。 我的身体,状态很棒。 但我的势头,还不太对。 换言之追梦,已经是能复出的状态。 原本这只勇士,可以全员面对公牛。 但如今,克里斯赛季报销了。 克尔又需要调整,轮换的登场时间了。 这支勇士队,在进入2019年总决赛,就开始风雨飘摇。 先是凯文·布兰特,跟剑断裂。 随后克莱·汤普森,十字韧带撕裂。 19-20赛季,库里首部伤势,几乎赛季报销。 德雷蒙德格林,因为膝盖与脚踝伤势,打打停停。 休赛期克莱,又遭遇跟剑撕裂。 新赛季刚开始克里斯,又遭遇右腿骨折。 这支勇士,难道因为三次总冠军,花光了运气吗?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,2020年榜眼秀,詹姆斯·怀斯曼。 他这两场比赛的表现,都十分出色。 他有着卓越的天赋。 虽然NCAA,就打了三场比赛,可在NBA,赛场他的位置感很好。 这位身高,2.16米的年轻天,才会成为永世内线的居住。 文言小白,and,他走了他走了。 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